男人最好是穿一些衣服 比较成熟稳重一點 不要像玩玩玩一下 因為他們出到來的時候 第一印象見面史觀是非常重要的 我建議顏色方面 試穿深藍色或者寶藍色的西裝外套 裏面再裏搭一些白色的衣服 讓人感覺乾淨一點 或者可以穿淺灰色或深灰色的西裝外套 設計就是他們的西裝不太合身 可能是墊薄或承托或是A字薄 但穿西裝外套更加A 所以裏面可能要加墊 令到他擔當的感覺 好像比較成熟穩重一點 另外穿衣不要超過三種顏色 最好是Focal Point是在不同的衣服上 最重要是要化淡妝 不要化濃妝 還有他最好是打扮的 頭髮方面 頭髮方面最好是清潔度 不要亂糟糟 陰物掉下來 化淡妝和紙甲上 不要五顏六色 現在很流行膠夾 但顏色最好是 如果很想去膠夾 就用淺色為主 或者粉紅色 或者French Nail 這些比較適合一點 但建議開頭Fresh Gret 不要加太多顏色在身上 耳環方面 頸臉方面都不要那麼類聚 最重要是有一個重點 不要讓人感覺 你好像超過了 去面試這個感覺 是 感谢观看